为什么在地球的巨大磁场中的我们 不能带着一根铜丝通过走路而持续发电呢 磁场发电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为此我们找来一辆自带发电装置的凤凰牌自行车 当我骑着自行车带动轮胎转动的时候 车灯就能发光 也就是说自行车轮胎转动时的机械 成功转化为了电能 于是我们将发电装置拆卸下来 我们发现 这一个车灯里面的装置十分的简单 竟然只是一个磁铁 并且磁铁的前端包裹着很多铜丝 这也是磁电力两个必备要素 紧接着我们将铜丝连接在电流表上 电流经过铜丝的时候 电流表就会有毒素 当我们将磁铁靠近铜丝移动的时候 电流表果然有了毒素 但是当磁铁离铜丝较远的地方 无论磁铁如何运动 电流表都没有毒素 看来想要产生电流 必须要磁铁靠近铜丝才行 那磁铁产生的电力能点亮小灯泡吗 我们将铜丝接到LED灯上 并且让一块电池从斜坡自由下滑 但是这一次磁铁经过铜丝时 却没有让LED灯亮起来 看来这一块磁铁的电力还是太小 根本无法让LED灯亮起来 那么我们如果是用两块磁铁 会不会发生不一样的情况呢 于是我们使用了两块磁铁 这一次的电流的确比之前强大 看来如果是磁铁越多 电流也就越强大 于是我们找来了120个磁铁 24个为一排组装成磁铁列车 让他们依次通过100盏灯 为一幅的无组LED灯 看看这500盏灯是不是会被点亮 首先我们用人的力量 推动这个磁铁列车 在最开始的时候 磁铁列车的速度高达7.9公里每小时 但是因为人的力量有限 所以当到达最后一个灯时 磁铁的速度已经只有5.9公里每小时 后半段磁铁的速度很慢 导致后半段的灯完全没有亮起来 并且在前面的最大时速时 也是只有几颗灯被点亮 看来磁铁产生的电量 还与速度有关 速度越快 产生的电量也就越高 于是为了能够拉动这个列车 我们直接使用大号皮筋 将这个磁铁列车绑起来 然后一起拉动这辆车 经过大家的努力 在释放的瞬间 这一辆磁铁列车的速度 达到了39公里每小时 500个LED灯全部都亮了起来 显得十分壮观 这也就是著名的电磁感应源 当有金属切割磁感线的时候 就会因为电磁感应 在金属丝当中产生电流 但是要在一定的距离内 带着一根铜丝 确实无法产生足够的电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